瘦小的姐妹俩将男孩们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看着对方鼻青脸肿的惨状 爸爸只能向对方家长道歉 事后让姐妹俩还原打斗经过 姐妹俩原本以为爸爸会教训他们一顿 没想到爸爸越看越兴奋 更不会想到 这件事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爸爸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 梦想是能为国家赢得金牌 可还没完成梦想 当时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摔跤 于是爸爸希望将来的儿子可以帮他圆梦 结果没想到生下来的四个娃都是女儿 整个人都黏了 妈妈因此感到自责 但爸爸并不是不爱女儿 只不过他的梦想只能是男孩帮他实现 因为国家的摔跤手迄今为止没有女性 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把一生的梦想封存起来 可如今看到大女儿吉塔 和二女儿巴比塔金国不让须眉 都继承了他的摔跤天赋 让他又有了希望 他立马做了决定 要把女儿们培养成摔跤冠军 妈妈得知他的想法后 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在他们国家还没有过摔跤女选手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可爸爸只要做了决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不想自己女儿白白浪费天赋 和其他女孩一样只能洗衣做饭过完一生 随即带女儿们去吃他们最爱的糖油混合物 吃到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为止 从接下来开始 他们就不能再碰这些食物 女儿们直接傻眼了 就这样 在爸爸的带领下 他们不再穿裙子 每天都在不断训练体能 一醒来就到田里晨跑 还没些会 就要操作机器锻炼手臂力量 接着爸爸带他们到训练场学习摔跤 直接碰壁 对方拒绝培养女选手 求人不如求己 爸爸直接在田地里搭建了训练场地 自己来教他们摔跤 还拉来侄子当陪练 可女儿们完全是不敢反抗爸爸 才接受的训练 并不是想成为摔跤手 他们以训练场太脏 导致头发长狮子为由 企图让爸爸心软不再训练 结果爸爸无视他们的苦苦哀求 直接找人把他们剪成寸头 头发对于他们国家的女性而言和生命一样重要 如今他们瞬间成为世人的笑柄 走在街上根本抬不起头 爸爸也遭到众人谴责 居然如此对待自己女儿 为了一己私欲 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 女儿们决定发起对爸爸的反抗 爸爸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敲咪咪给闹钟关掉 等到爸爸睡到自然醒 他们才开始应付式训练 晚上在训练场的时候 趁爸爸不注意把灯泡熄灭 这些小伎俩爸爸自然是知道的 但女儿们有一天一定会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就在这天 女儿们因为要参加了好朋友的婚礼 终于可以歇一天了 他们一个劲对好朋友吐槽爸爸 然而朋友的一番话让他们改观了 朋友说这里的每个女孩 从出生开始 就要学会做所有的家务活 到14岁就要被嫁出去 名义上说是为她好 实际上就是把她当作包袱丢出去 自己的命运从来不能自己掌控 你们也14岁了 可你们的爸爸为你们遮风挡雨 对抗全世界 就是想让你们能拥有自己的人生 不应该感到庆幸吗 女儿们听完这番话终于醒悟 泪水瞬间打湿了眼眶 等到第二天 爸爸醒来后去喊女儿们起床 发现他们已经出门训练了 而且一改往常 从被迫转变成主动学习摔跤 每时每刻都在练习 即使是上课也在暗自努力 很快 两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侄子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爸爸眼见时机成熟 是时候让他们实战了 待他们报名参加比赛 主办方看到参赛的居然是女孩子 这可是个商机 跑到街上大肆宣传一波 原本冷清的比赛场地 立马被围得水泄不通 显然大家都是来当吃瓜群众的 就爱看女选手如何吃饼 包括裁判也不相信他们能赢 还说去挑一个你想输的对手吧 然而大女儿吉塔 却选了场上最能打的对手 众人都傻眼了 14岁女孩首次参加摔跤比赛 直接选最能打的男人做对手 吃瓜群众全都傻眼了 裁判还让对手对女孩子下手轻点 女孩却说不需要 随着比赛开始 女孩直接拍对方脑袋瓜子 多次完美防住对方进攻 灵活扑倒了对方 差点把他推出场外 男人不敢再轻敌 拿出了全部实力 拍了女孩脑袋瓜子 女孩爸爸急得差点上来打人 众人也纷纷看不起男人 场上两人随即扭打起来 女孩一旦处于劣势就立马脱身 找准机会反扑对方 可男女力量悬殊 女孩再次被压倒 但他肚子里憋着一股劲 无论对方怎么压制他都奋力抵抗 还把对方掀了个跟头 几番周折女孩体力见底 被对方牢牢束缚住 无法抽身 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可因为他出彩的摔跤实力 获得了众人一致的认可 主办方也给了他 比胜方翻好几倍的奖金 女孩吉塔并没有感到开心 沮丧地走到爸爸面前 说对不起爸爸 爸爸拍拍他肩膀以示安慰 带他离开 到了晚上 吉塔心情沉闷完全睡不着 他找到了爸爸 迫切想参加下一场比赛 爸爸看着他的神情很是满意 第二天 吉塔灵活和对手周旋 成功把对方压制 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奖杯 从此之后 吉塔每天都泡在各种实战中 不断战胜各种男人 最初战胜他的男人 也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再也没有人对他发出质疑 纷纷看好这个摔跤女选手 在爸爸的带领下 妹妹也混迹各个比赛 一路战无不胜 房间里都快放不下他们的奖杯了 他们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女生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男生们则纷纷表示佩服 无疑曾经的质疑声浪被掌声取代 但爸爸志在全国比赛 而不是小乡镇 于是找公司老板请假两个月 老板却表示如果他是女儿要嫁人 请假才会批 为了带女儿比赛请假那想都别想 爸爸看不惯老板嘴脸 直接吵了他鱿鱼 这样一来爸爸没有了资金来源 但他不会再向生活低头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势必把女儿们培养成全国冠军 为国家赢得奖牌 他坚信奖牌不会从树上长出来 必须要用爱心 努力和热情去灌溉他 他在天台上铺满被子 介绍比赛积分制的规则 把侄子当工巨人 演练给女儿们看 侄子直呼远方传来风笛 接着吉塔开始参加全国少年组锦标赛 实力远超参赛者 即便对方体格比他强壮 他也能赢得轻轻松松 因为他是在泥潭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时间一晃而逝 从少年组到青年组再到成年组 吉塔统统拿下了冠军 成为乡镇里的女顶流 很快高中毕业的 他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 前往首都的国家体育学院 父亲陪他一起来学校报道 第一天上课 教练就要求他们把曾经学过的训练统统忘掉 忘掉之后 他们才配合他一起训练 而且只能学会他教的 一旁听课的爸爸找到了教练 说吉塔之前一直都是他在训练 他很棒很强壮也很有持久力 教练无视了他 爸爸不愿放弃 请求教授给予他正确的指导 吉塔绝对能在世界级比赛赢得奖牌 结果教练听完发飙了 当众让吉塔下不来台 还对爸爸下了逐颗恋 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 爸爸忍气吞声离去 学校的训练极其敷衍了事 和爸爸的魔鬼训练截然不同 进入新环境的吉塔出出茅庐 没能抵挡住诱惑 渐渐松懈了下来 不再勤于训练 开始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吃起了爸爸不允许吃的糖油混合物 还留起了长发 等到他放假回到家时 自豪地向爸爸说 在学校学习到了很多新东西 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爸爸全都看在眼里 但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妹妹用爸爸教的技巧 在田里的训练场教其他女孩摔跤 吉塔制止了她 说爸爸的技巧都过时了 她来教妹妹新的技巧 正好被爸爸看到这一幕 她让吉塔演示给她看 结果轻而易举把吉塔摔在地上 一旁的吃瓜群众看笑了 爸爸无疑让吉塔下不来台 妇女二人决定正面交锋 双方势均力敌 并不是吉塔变强了 而是爸爸她老了 几番周旋 爸爸体力见底 输给了吉塔 吉塔不仅变得狂妄自大 还让爸爸下不来台 妹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找到了吉塔 说今天的事情你做得不对 吉塔却反驳 哪里不对 爸爸的技巧别人都说弱 妹妹坚持爸爸的技巧不弱 虚弱的是爸爸的身体 而且别忘了 你是靠着自认为 她很弱的技巧赢得全国冠军 吉塔却继续反驳 这套技巧只能拿来赢全国冠军 不能赢国际比赛 妹妹根本不懂 妹妹和吉塔彻底有了分歧 她坚信吉塔用教练那套肯定会吃亏 而她用爸爸这套一定可以赢 代表国家队参加锦标赛 用教练所教的技巧 结果一直被对方碾压 还被荡成陀螺传 第一轮就败下阵来 被教练不断谴责 和妹妹这边截然不同 妹妹猛如老虎 不断碾压对手 而且一直受到爸爸鼓舞 轻松拿下比赛 也进入了国家体育学院 然而面对输掉比赛 却不以为然的吉塔 她觉得非常陌生 和第一次输掉比赛的吉塔截然不同 更何况这次输掉的是国际比赛 吉塔却让妹妹哨在这说教她 她只会输一次 可到了后面多次国际比赛 吉塔都是第一轮就被完败 从战无不胜到战无不败 她终于沮丧了 然而教练面对她 不仅不鼓励 反而笑她生来就和冠军无缘 拿爸爸对她的期望当成笑话 如此小度机长 吉塔终于看清教练和爸爸的差距 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在妹妹的鼓励下 吉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哭着说对不起爸爸 终于父女二人和好了 吉塔在此之后决定回归正轨 剪掉自己的头发 女人拿起剪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手起刀落剪掉了辛苦流长的头发 顶着一头凌乱的短发来到训练室 她决定让自己回归以前的状态 可现实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教练认为她实力不行 必须放弃原本的55公斤级别 去参加51公斤级别争取赢得奖牌 得知此事的爸爸气不打一出 我闺女一定能赢 教练在胡扯什么 等我来首都指导你 从这天开始 吉塔和妹妹除了早上七点 要参加学校晨练以外 其余时间就在爸爸的指导下 开始紧急特训 还给他们制定战术 为了让吉塔可以保住 55公斤级别的参赛资格 爸爸还单独给她加餐 可没过多久就被教练发现 不允许爸爸私自训练女儿 再有这种情况直接开出学籍 为了女儿们的未来 爸爸选择荣远 但他不会就此放弃训练 不停看以往的比赛视频 扣女儿错误的动作 还有对手的缺点 时间转瞬即逝 55公斤级别 教练直呼后理线 吉塔开始第一轮比赛 教练让他防守 爸爸却让他发起进攻 吉塔决定听爸爸的 结果顺利拿下第一轮比赛 在爸爸的正确引导下 吉塔来到了准决赛 对手实力很硬 曾获得两次世界冠军 教练让他进攻 爸爸却指示他不停防守 双方僵持了半天导致平局 只能抛硬币来决定谁攻谁守 可惜吉塔是首方 他必须在对方抱住单腿的情况下 守住30秒 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对方一发起进攻他就奋力抵抗 在被举起的一瞬间 吉塔借力反击压倒了对方 直接拿下决赛资格 众人欢呼雀跃 唯独教练黑着个脸 只因为吉塔两次不服从他的指示 在决赛开始前 教练设计骗局把爸爸关进房间里 无论如何都不能破门而出 而且没有信号 根本打不通电话 他只能祈祷女儿拿下冠军 吉塔只能靠自己了 对手曾打败过吉塔两次 吉塔心里压力巨大 但他从来都是迎难而上 第一回合以5比1拿下一局 可到了第二回合 对手一改常态 发起凶猛的进攻 在领先吉塔两分之后 开始不停防守扳回一局 吉塔不停看向爸爸的座位 如今他极其渴望得到爸爸的指导 到了最后回合 对手进攻比以往都要凶猛 吉塔节奏彻底乱了 比赛时间只剩22秒 如今比分是1比5 想赢几乎回天乏术 就在这时 他想起爸爸曾教他的假动作 如果可以完成5分动作 就能赢 他不停寻找机会 每一秒都极其珍贵 他揣摩对手想法 然后用假动作声东击西 突然绕到身后 奋力将对手抛了起来 全场平住呼吸 脚趾都扣住了地板 仿佛杜淼如年 谁都无法想象接下来的结果 然而吉塔在比赛结束前 终于成功完成了5分动作 顺利赢得了世界冠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为自己国家拿下一块世界级奖牌 等到爸爸听到此时播放的始播歌时 立马知道女儿帮他实现了梦想 房门也终于被打开 他马不停蹄冲进比赛现场 迎着全世界的目光冲向爸爸 把奖牌递给了他 爸爸擦掉眼泪 郑重地给吉塔戴上 对他说了一直以来想说的话 我以你为荣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里的爸爸原型人物 是马哈维亚辛格珀卡 他曾是印度摔跤冠军 在他的带领下 他的四个女儿都成为了摔跤手 而且吉塔和巴比塔 共计获得29面国际摔跤奖牌 在质疑声中打破了传统和世俗观念 成为了印度女性的榜样 激发他们学习摔跤 起码